Layu聊事建議天天中客星 大家好我是Layu 今天來看馬力人對上中國人 這行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看一下出生點位 大約12點鐘方向的 馬力人是YO選擇的文明 那馬力人的特色呢 是他的挖金速度 跟他的黃金攜帶量 跟採集的時間都會比較優勢一些 所以馬力人封建時代開始 很適合走工兵路線 那到了城堡時代工兵轉奴兵之後 斷工兵轉騎士或是駱駝的打法 都是非常熱門的一個馬力人的前期戰術 那馬力人他的駱駝騎士跟輕騎兵 只要點下金冠嫖漢精神 就可以獲得加5點的傷害 讓他的駱駝跟輕騎兵 傷害高達14點 非常可怕 那到了重裝騎士的話 還可以到19點傷害 比游俠還多了1.3 非常可怕 那後期的森旅科技 基本上也是全滿的 只有這個啟示思想沒有 但也沒關係 基本上該有的都有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HERA選擇的是中國人 中國人開局的時候會多山村 但是食物會直接歸零 但是這個效果呢 讓他前期的村民優勢 還是可以領先大概1.5左右的村民優勢 所以這個一開始就可以看到 HERA的資源採集量 就會稍微微微領先 那中國人這個效果 讓他前期的雪球滾得非常舒服 那中國人呢 他的科技線都是三攻三防全都有 而且劍勇啊 槍兵馬攻 這個強奴 還有重裝騎士駱駝都有 比較可惜的是沒有大落馬 馬攻路線沒有安占戰術 所以他的科技線路算是比較尷尬一點的 並不是說完全的全面 不像像是薩拉斯這麼可怕 什麼都有 但是中國人呢 這個能力的關係 讓他前期呢 中國這個村民優勢 所以經濟的疊價非常好 所以他要轉兵 這個前期中期後期 都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但是到了最大後期的問題 就是沒有火炮跟火槍 所以食指上後期的中國人 會遇到工程器難解決的問題 被迫就要轉馬 才會打出比較好的交換筆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地圖的部分呢 現在是看到Hera 下面是有兩塊黃金 一個是主金 一個是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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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位置相當尷尬 那圍架的部分呢 可以考慮這樣直接圍過來圍到底 然後正面的部分 稍微圍過來 把果子圍住 然後直接圍到底也是可以考慮的 當這個石頭跟黃金都在裡面 好 不然就是也可以直接考慮 直接圍到底也行 因為這兩邊的直線距離 其實差不多的 當然越左邊越危險了 越難圍成功 這邊就是要看Hera要不要取捨 在家裡防守先圍加的策略 那以Hera最近的打法來說 他是越來越走防守反擊流了 強攻路線正是越來越少 所以應該可以預見 Hera會選擇大圍 然後去圍加開農的路線 會比較適合他現在的風格 Hera這邊的黃金位置 是在左邊的高墊 前方有黃金 右邊也有黃金 喔這裡還有一個石頭 那這邊就可以考慮插寶了 那左邊兩邊的位置呢 就可以考慮這邊再補一根寶 這裡補一根寶 直接敵兩根也行 但是前面這根寶要怎麼蓋起來 也是個一大問題 自己的軍力要夠強 才有可能壓制住 這個Hera的兵力 才有可能把城堡蓋起來 那如果比較保險的位置 還是偏前線會比較好 這個位置 那地圖方面 Hera的地圖看起來是好一點點 Wild的黃金是比較差的 兩塊黃金都偏前線 那現在兩邊已經升到了封建時代 都點下了一擊一伐木 Hera選擇的是小圍 旁邊要選擇大五 這邊是圍過來 這裡圍過來就搞定了 那如果是小圍的話 自己就有比較多的主動權 可以去做前壓 好 Wild直接上射箭場 不走工兵路線 不走馬舟路線 講反 OK 瑪麗人挖基因封建時代 轉農兵的策略 是非常夯的一個戰術 好 來看一下這裡 肉馬過來 來 沒有打到嗎 沒有 這邊再圍一下 右邊 要小心 沒事沒事 後面再直接圍死 金框部分 這裡其實有洞 但是Hera瘋狂的專動打 就打到了一下 沒關係 Wild直接再繼續圍起來 這裡抓到一村嗎 走掉 想過來攔截 但是有第二隻槍兵 Hera前期打的還是很兇 好 這裡繼續兇 這裡有一波交戰 弱馬被處理掉了 現在換Wild進攻了 工兵比較慢到戰場 但是沒有關係 移到戰場 你只要沒圍好 就要出事了 但是Hera早就把側面的部分給圍死了 下面這裡還沒有圍 所以其實Hera 也是 Wild可以走下面進去 但是 Wild可能覺得 哇 這個最裡面應該是圍好了 所以就不決定 往下走 就算我往下走 你村民也可以即時把這裡給圍好 確實 Wild這個判斷是很正確的 確實往右走 可能會更好一些 好 這家裡糟糕了 Wild可能要被拿手殺 但是肉馬可能要死個一隻 但是這個問題不大 Hera能夠拿下兩村 這個死一隻肉馬有什麼問題呢 哇 這個尷尬了 開局死兩村 然後中國又有村民的 村民的經濟優勢 數量優勢 哇 這個雪球直接滾起來了 這就是為什麼中國 在這個前期 會特別強勢的原因 只要能抓到村民 這個雪球馬上就滾起來了 這是一個滾雪球遊戲 好 那現在中國人 村民已經領先四村了 你要想 封建時代15分鐘 領先四村 到城堡時代 TC 蓋完3TC 中間這個空檔 至少快要有10分鐘的空檔 這10分鐘的經濟優勢一直累加下去 支援量就可能差個幾百 甚至有可能快要破千都有可能 好 好 HERA這邊是已經點下了 城堡時代 好 這裡肉馬小心 先把這個槍兵搞定 哇 槍兵打不到 用肉馬去頂了一下 工兵來了 歪歪這邊工兵優勢 繼續往前推進 挖金只有四個人在挖 並沒有再繼續補黃金 所以不會有雙射箭場這個路線 那為什麼不走雙射箭場呢 是因為這邊再走雙射箭場 生時代會太慢了 所以不走雙射箭場 是正常的 那待會待會 快要點下城堡時代時候 才會再去補黃金 然後再去補這個射箭場 如果YL想要城堡時代走工兵路線的話 那如果城堡時代不走工兵路線的話 那就只是單射箭場 然後轉奴兵 停工兵 然後再走騎士 或駱駝路線 都是很適合的馬力的開局方式 好這裡抓掉一村 HERA的經濟優勢 突然 少了一村 可惜了 但沒有關係 這裡還有三隻肉馬 過來 看看他們在抓一村 但這邊高打低 反擊一隻 槍兵之後 這個肉馬的 數量只剩下一隻 應該是抓不到了 但沒有關係 再來是有做到一些事情 這裡再繼續圍 差點被衝進來啊 YO這波打得太兇了吧 差點衝進去 這邊已經圍好了 好 槍兵毛兵再過來 升到城堡時代 YO是選擇點下了城堡時代之後 要開始補馬就了嗎 還是要繼續補工兵 OK 工兵繼續按 按到升到城堡時代為止 好 那這個工兵轉騎士 駱駝的打法 其實所有文明都適用 但是對於有這個木頭 跟黃金加成的文明 會比較適合 所以馬力人 算是一個非常適合 打這個戰術的打法 其實一般的文明 像賽爾特啊 或者是這個法蘭克 或是肉類加成的文明也可以 可以說是工兵轉馬 是一個城堡時代很強的 接續性的強勢打法 但是缺點就是前期的 這個沒有伺候的關係 前期的壓制力並不是很夠 給大家對方壓力並不是那麼的多 唉唷 這邊工兵直接拉開 不想被騎士看到 這個算細節喔 我這邊要出門 繼續繞背 托你村民 家裡的防守 先靠木牆頂著 待會可以補個工程器製造所 或是按個升旅 就可能守得住了 HERRA這邊補了一個房子 先用村民以拖待變 HERRA現在是41村 對上38村 村民優勢依舊領向 可以看到支援量已經領先了400支援了 400支援非常舒服 剛剛被多拿了一村 所以應該是不會優勢到哪裡去了 那現在呢 YO要最重要的事情是這個房子 很快就要被打破了 這邊只能用TC防守的話 待會其他範圍還是會被騷擾到 這坨工兵一定要趕快搞到點事情 正面其實可以走進去 YO應該是有意思的 這邊怎麼好像可以往裡面走 先走到牧區看一下 有洞 100分 漂亮 這個洞進去 算爛了 直接撞山村 HERRA 中國前期的優勢 突然 沒了 啪 沒了 但是村民依舊是領先狀態 畢竟TC開得快 村民已經開始領先 好 但是兩邊的沙底樹已經明顯拉開了 YO已經擊殺四隻村民 HERRA只有兩村 好 而且這邊還被迫大收村啊 這裡一旦被收村 這裡村民移動的距離 就可以讓YO的支援量追趕上HERRA了 HERRA這邊被迫拉了一堆兵回家 不能再繼續壓制對手了 好 來看一下這坨工兵 哇 這個真的是 開動 讓人家進來 直接逛大街 好 戰毛兵來了 工兵鎧甲也點了 好 戰毛兵數量有點多 9隻對上14隻 這樣工兵一定是打不贏的 好 上高地 如果想打就要上高地 上高地 絕對沒機會 好 太難了 太難了 戰毛兵的優勢 看什麼點村民 漂亮 威歐這邊點到了 我剛想說 這個村民應該可以點喔 哇 順利點掉 再找一隻村民 點一下 這裡有隻女村民 男村民 男村民走掉 喔 細節細節 OK 女村民也回去了 好 那現在騎士可以考慮過來 這裡可能要硬點村了嗎 騎士還不想往上 ERROR這邊是繼續點下的工兵鎧甲 使用戰毛兵去跟對方 過旋當中 好 戰毛兵9隻 往前推進 騎士在後方 追上去 投了一發毛 第二發也拿下 第三發搞定 第四發 第五發 哇 六發 全部吃光 舒服了舒服 戰毛兵全部殘血 相當的好 待會再補個修道院 再把這個血量拉起來 戰毛兵跟騎士 又可以再戰十年了 但是YO也利用這一段 工兵的爭取的時間 讓自己開出了三個城鎮中心 村民豬已經追趕上了 HERROR了 應該沒什麼問題 兩邊經濟已經開始平衡起來了 HERROR其實還有一個小小的經濟優勢 就是他的農田的肉量會比較多一點 所以他的木頭的消耗量 不像其他溫民 會一般的農田溫民這麼多 所以YO這邊是還需要靠著自己的黃金優勢 去拉黑差距才行 還是要多打這個黃金兵 森鋁駱駝端一點 對方有戰毛兵的話 我們就轉投石車 或者是轉騎士 都是可以考慮的範圍 好 這裡又補下了第二個馬舊 多打騎士 多打騎士或駱駝 OK YO這邊升級方面 點下了品種跟輪軸技術 HERROR選擇的是弓兵 看到你這麼多駱駝 我先長個弓兵 待會你駱駝過來 就會被我射到頭破血了 而且剛剛大雪也下了對不對 待會就可以直接補彈道血了 好 正毛兵過來 想去追生旅 兩邊這個時間點 通常不會有大打鬥 都是騷擾為主 正面開戰不太可能 所以我們先稍微快進一下 這個時間點就是 你看我看你 我農你農 大家都農 那到了大概三四二分鐘左右 才會有新的一波交戰 好 HERROR這時候才點下一級農田 連二級伐木都忘記點了 WOW也是 你們兩個怎麼忘記點了呢 好 HERROR這邊發現二級木沒點 趕快點上 好 這裡一村 好 31分鐘的時候 HERROR先拉了一些 弓兵到前線 射射 射掉了一隻駱駝 把駱駝拉走 砲騎士上去 OK 這就是馬力人 黃金兵全出 想出什麼就出什麼 頭死車帶了玉噴 打了一發 漂亮 打到了 駱駝上去保護頭車 但是沒有辦法 來不及招翔 這一波招翔慢了一點 大概三隻騎士 最後低調 結果騎士也被低調了 漂亮了 HERROR 好 HERROR這邊趕快往前推 要趕快把這個 生女給抓掉 好 那中國人遇到頭死車 就真的很麻煩 因為他沒有救贖思想 有這個生女在著的話 也沒有辦法有效抵抗頭死車 還是只能被迫轉馬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遇到工程器的問題 沒有火炮 也沒有救贖思想 遇到工程器 只能被迫轉馬 只有這個選項 沒有其他了 不然就是只能用中國連弩 用臉去接工程器 但是很虧的 好 那現在中國人點下了彈道學 還有所推測地龍時代 YO點下了地龍時代 還有二級龍 二級龍 二級龍點了 但是二級伐木呢YO YO你的二級伐木 搶起來了 還好 但地龍時代 錢有想到 那就還好 不然有可能地龍時代真的開打了 這個二級伐木一輩子都會被忘記掉啊 可能這整場 就沒有二級伐木存在了 好 那兩邊經濟都有點 那應該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兩邊的經濟應該都會快速的 好轉起來 好 兩邊去拼帝王 現在城堡不在了中間 生旅著想 欸 找到了一隻騎士 這裡生旅要走 但是有偷子車 還好 騎士又過來 又被招 漂亮 用招翔的騎士去補傷害 然後再低調騎士 這裡工兵 過來直接射過來 想要阻止蓋寶 點掉兩隻僧侶 HERA這邊細節打得非常漂亮 直接用自己的工兵去扛線 扛住了一些傷害 但是快要被打掉 駱駝雖然有招翔 但是問題很大 中間騎士雖然太多 這邊輸出很高 城堡也蓋好 HERA這一波 雖然賺到了一些聰明 但是損失掉了自己的主力部隊 我覺得有點小虧啊 哇 這邊還扛了這麼多的城堡傷害 好 HERA這邊趕快轉三級側跟化學 但是右邊這個高地 居然被KERA先蓋寶 這裡要趕快阻止蓋寶 這裡一坨戰毛別理了 先砍村民再說 突然 城堡升級的那一波突然開打起來 嚇到我了 好 本來感覺應該是兩邊會先升帝王再說 結果沒想到 突然開打起來還蓋寶 好 那HERA這邊點下了強弩三級射 還有化學 攻兵路線已經準備好了 但是明顯的是 目前有三級的騎兵鎧甲騎士 攻兵數量少 很難擊穿啊 反正是自己一直被縱光騎士追砍的當中 好 騎士再過來 這根堡還有25% 蓋的人不多 歪歪有機會拿下 這裡因為蓋不起來喔 喔 蓋不起來蓋不起來 很努力蓋很努力蓋 好 先別理攻兵了 先砍村民再說 城堡蓋不起來就是我賺 好 最後會蓋起來 沒問題 但是HERA損失掉了非常多的村民 但是還好 WIO為了按這些騎士 自己村民也是端到7788 TC IDOL 來到了13分鐘啊 城堡中心都沒有在產村民 來到了13分鐘 哇 這個村民差距 剛剛本來可以明顯打出來 好 所以世界帝國這個遊戲就是 不斷村是最基本的基本功 只要你一旦斷村了 即使你再怎麼會抓對方村民喔 你依舊是拿不下對手 用對手一直按村民 基本上就隱你了 你再怎麼努力抓 你終究是抓不過對方慘村民的速度 那就沒什麼太大意義了 好 那WIO這邊是點下了挑換精神 挑換精神拿下之後 待會要轉些重裝騎士 十二加七 好 左邊有重裝騎士 好 燒彈請下 好 巨型頭司機拆掉了城堡 哇 這個城堡拆得很快 好 這裡趕快修理 好 巨型頭司機組裝 現在要不要 先繞幹了 三台巨頭來囉 這個要跑了吧 這個不跑 要被拆了喔 好 HERA這邊有看到 要跑了要跑 好 那現在WIO 繼續補騎士 而且飄換精神點下了 攻擊力十九點 相當可怕 比遊俠的傷害還痛阿 兩刀就是三十八滴 雖然不像那個烈提斯 這個劉俠 烈提斯 兩槍一隻村民 所以稍微還是有點可惜阿 但十九點傷害還是相當炸裂的 接下來 瑪麗人 繼續用騎士多線 阻止HERA挖金礦 HERA現在要阻止這些騎士 只能轉槍兵 或是轉駱駝 但轉駱駝也不一定打得贏阿 畢竟人家有嫖悍精神 砍駱駝的傷害也是頂尖炸裂的阿 所以轉槍兵 確實是最省成本的防守方法 但是會失去自己的主動權 但也對於中國來說 遇到帝王後期的狀態 主動權的優勢 可能就會少了一些 但是轉兵快 現在已經轉出來了 現在步兵鎧甲要趕快點上去 巨影的部分已經補了這麼多 產能上一定是沒問題 重點是沒有這個食物 可以去點 沒有食物可以去點 正面怎麼開打了呢 這一波巨型頭巨架起來 YO這邊高打敵 這邊三台巨頭巨架起來 反之後方的巨型頭巨 但正面的槍兵全部已經倒地 重裝騎士長驅直路 直接攻破了這座城堡 後面兩台巨型頭巨第三台 也硬身倒下 這一波YO打得非常漂亮阿 ERA現在是主力在右邊的關係 所以YO決定一波帶走 這一根城堡 哇 YO這邊判斷相當正確阿 這一坨強弩只要不回到前線 YO最有決定性的正面優勢 即使你有槍兵 你也守不住 好 但是槍兵數量開始慢慢穩定起來了 這個時間在發展下去 YO可能會損失這一坨重裝騎士 打不定正面 這坨重裝騎士要撤了 我覺得YO不能再打了 這邊再打下去會很烈 射擊工兵也來了 被刀女獵手來 不行 被刀女獵手打不贏工兵 走了走了走了 撤離撤離 火炮打一把漂亮 直接死了 七隻工兵 好但是也順利把火炮給點掉 好打到一炮的YO YO趕快上前 用重裝騎士打掉了一些強弩的數量 但是強弩兵實在太多 還是得撤離前線戰場 哇YO這波真的是 後有點撤離的算太慢了 但是又看到打到那波火炮 又想回頭 有可能是那波火炮的關係 火炮過來 被抓掉 哎呀尷尬 剛剛聰明拉過來修理 後面有城堡 應該可以安全撤離 沒問題 好城堡趕快幫忙輸出一下 他是YO的城堡 並沒有彈道血 哎呦結果直接夾殺 可能夾殺到就很賺 但沒夾殺到 我HERA就很虧 好那現在YO 剛剛比較好的事情是 右兵的黃金礦給拿下來 這邊礦圖算是順利 哇 HERA真的是轉出了槍兵之後 真的沒有主動權 顯得很被動啊 但是沒有辦法 槍兵路線就是這樣子 只能先扛下 看能不能把這塊金給奪回來 這塊金很重要 對於HERA來說 YOW現在是 只要繼續打騎士路線 或是轉清騎兵 進行多線騷擾 應該沒什麼太大問題 至於要不要轉飛刀女獵手 我覺得可轉可不轉 甚至他要直接轉戰毛兵也沒問題 畢竟有這個三級的工兵鎧甲 好擋這個強奴還算是有慘度的 哇這一波直接抓了大概十幾村有了 HERA這一波直接爆炸 YOW抓了67村起跳 HERA還能再繼續正面扛線嗎 好但是YOW決定不走 戰毛兵路線 而是走飛刀女獵手 飛刀女獵手這邊的目的呢 是要來打槍兵喔 這裡還是想要走玄皇金兵路線 直接一波帶手HERA HERA這邊想要苟住 但是這邊苟住有點困難 清騎兵已經開始往這邊衝了 好但是這邊也在慢慢巨型 巨型投石機 強弩的部分也開始慢慢成形 但是現在家裡四處著火 右邊的重裝騎士還在騷擾當中 好但是YOW沒有打算要放棄 飛刀女獵手路線 三級的步兵鎧甲也點下了 好來了HERA的正面一波 但是這裡有火炮 先打個一炮 喔砸到了 一些強弩拿下巨型投石機 又賺兩百斤 這一波YOW偷巨頭偷得漂亮 重裝騎士又再往裡面衝進去 繼續砍村民 哇好麻煩好麻煩 好甚至連飛刀女獵手都可以考慮衝進去了 把這個飛刀女獵手衝進去就很難受 拉了一些強弩過來解圍一下 喔 飛刀打強弩也是頂尖炸裂痛 好現在YOW點下了專瓦技術 專瓦技術點下了 現在強弩的數量有點多 16隻的數量 槍兵有48隻 48隻 但是現在沒有攻城器 就無法攻城 那遇到火炮 HERA現在又沒有馬 可以去抓這些火炮 除非用強弩直接硬點 所以HERA一直會想要把強弩一直往前看 看能不能點掉火炮 所以為什麼看起來剛剛HERA 這個強弩一直往前掃 其實是有這個原因在的 現在右邊已經被強弩給擋下來了 飛刀女獵手在右邊的影響力逐漸下降 左邊的影響力 飛刀女獵手還是非常龐大的 但是YOW這邊投資這麼多飛刀女獵手 不知道是不是一個好結果 可能是 附金也挖了 黃金其實有點多 這托火炮 點掉 正面槍兵想要突破 最新投資機房間 但是這裡很危險 YOW這個城堡應該是蓋不起來的 完了 YOW左邊飛刀直接一隻強弩 不管了 飛刀一拿 但是YOW 飛刀也是死了很多 但是應該可以成功拿下HERA這一坨強弩 HERA這邊打出了GG 主力部隊一倒 HERA也覺得沒有希望打出了GG 我們恭喜YOW拿下比賽的勝利 好我們來看一下競技的部分 競技的部分就是由YOW拿到了 15黃金石料的滋潤優勢 後期還有5勝5怎麼輸 基本上5勝5的馬力人想打什麼就打什麼了 也不用考慮垃圾兵的部分 肉馬繼續出 只出肉馬 其實他就是飛刀努力手 重裝騎士 一直出一直爽火炮一直打 這部分HERA最大的問題應該還是前期的策略 那個強弩一直沒有續得很穩定 也是因為這塊黃金被控制住的關係 前期的這波攻城戰被打下來之後就很難打 只能說HERA這塊黃金確實讓自己有點難受 但是其實這把地圖是YOW的地圖更差 但是YOW靠著馬力之力 重裝騎士 挑戰精神 殺出了一個血路 最後成功控制了這塊黃金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小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